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Chris 上次我有一部影片介绍自动化的设定 里面讲到双切开关自动化设定方法 那后来就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们自动化设定的部分已经毁了 可是在实体线路 不晓得要怎么安装 所以今天就来示范 我们智能开关的实体线路 应该要怎么去安装 才能够实现我们的自动化设定 现在大家看到呢 就是我模拟的双切开关 那它后端连接的就是这个台灯 你看我现在试着把它关掉 灯就按掉 另外一边把它打开 灯就打开 所以这就是一个双切开关 那如果你今天在家里呢 把双切开关的面板拆掉之后呢 现在把它拆掉 你看到的线路呢 一般来讲在开关按何处呢 是看不到零线的 所以这条白色呢 你们在开关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 让大家对照一下 看到了你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条火线进来 然后零线呢 水电师傅是在 别的地方拉 然后再拉到灯的那边去 一条火线进来 两个控制线 到另外一个开关处 再汇整成一个 灯的火线控制线出去 例如灯如果就在这里 它就是另外拉了一个零线过来 汇整在灯处 那我们就可以去实现 控制开关灯 这就是双切开关的 线路原理 你如果再翻回来看 当它们两个是方向一致的时候 灯就是开的 例如两个现在都是开嘛 如果我今天是一开一关 那灯就会按 那如果两个都是关 那灯会亮 两个都是开 灯也会亮 它就是藉由这样子来控制 双切的功能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今天要安装 智能开关 把这两个替换掉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我拿了两个 智能开关 我预备用这两个智能开关来替代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个 尸体的双切开关 这个就是替代这个 那这个有两个嘛 我就用上面的这个开关来替代这个 在自动化设定去控制我们的台灯 那如果之前大家都有听我在讲 智能开关我都会很建议大家是要用 灵火的智能开关 因为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单火的智能开关事实上大家确定很多嘛 我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你的开关处 除了火线进来之后呢 请随便师傅再拉一条灵线 到这个开关的地方 到时候你的开关处 进线的地方呢 就会有火线跟灵线 那你原则只要把握 把你的火线跟灵线 分成一分二 其中分出来的第一组火线跟灵线呢 就是接到这个智能开关 第二组的火线跟灵线呢 沿用我们这两条控制线 分别把它接上 就是让这两条控制线 其中一条变成火线 另外一条呢 就变成了 零线 再把它接到哪里 接到这个 第二组 智能开关 再从这个第二组 从RODE1上面呢 去连接线路 到灯那边 就是第一个的控制 那这个呢 它也有RODE 但是因为 这只是让它做自动化的设定嘛 所以它是不会有 控制线出去的 它纯粹只是用来做自动化设定而已 所以原则就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就来 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那大家在线路上面呢 要准备一分多的连接头 两个 再有两个 一个是火线 一个是零线的线路 就是要把这条火线跟这条零线 把它一分二 我们现在就来安装 先把线路给关掉 不然有点危险 模拟把总电源关掉 所以现在排灯呢 就是按的 这时候就可以来动这边了 我们把它分开 一个火线 一个零线 就是用这一个 这个是一分多的 一条火线进来的时候呢 把它连上去 我们要让它一分二嘛 就是两个火线 接一条短的 接上去 再来呢 你必须要把原来的 双切开关处的两条控制线 把它解开 插上去解开 这个就不用了 我们把这边解开之后呢 我们选择其中一条 两条随便一条都可以 就选好 一样把它接到这里 接上去 所以大家就很清楚 你看 这边这个咖啡色 就是火线进来嘛 我们拉一分二嘛 其中一端 这一端是要来连接 这个单开的 智能开关的嘛 另外一头就连到 另外一头的开关出去了 好那一样 我们把这个零线 也是一分二 很简单 其实就是在原头 把火线跟零线一分二而已 插上去 OK 那这个就是 一分二的 这个 这就是零线 再把 刚刚两条控制线的 另外一条呢 插到这一个零线处 所以这条就变零线了 这就是火线零线 那我们就可以来把 这个接到智能开关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接上去 这一条现在是火线嘛 然后我们把它插上去 把它锁起来 插到这个开关零线的地方 把它锁起来 这样子这一组呢 大家就可以把它锁上去了 锁上你的暗盒 现在就回到另外一个开关的地方 现在这个原本两条的控制线已经变成一条是火线一条是零线了 就来把它给松开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也可以把它松开 确认一下 你看这个蓝色白色的这个地方是零线 所以这个是零线 灯的控制线呢我们就把它接上去 把它接到这个 RODE ONE的地方就是它第一个控制开关 那我们再重复一次给大家看 当你水电师傅拉了零线过来 然后咖啡色呢是火线 一分二分出来的第一组火线接到第一组开关 零线分出来的第一组零线接到自然开关 然后呢 再接上原本两条的控制线 让其中的一条控制线 这一条控制线变成火线 接到第二组开关火线的位置 这一条接到零线 让它接到 智能开关的零线位置 然后同时这一组开关 灯控制线再接到灯做去 这样就OK了 位置把它放好一下 让大家看清楚 好就可以想象说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两个智能开关又锁到暗盒去了 这时候呢就可以把总电源打开 然后先把总电源打开 好总电源打开之后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两个智能开关 开关就有电了嘛 因为刚刚第一组的火线和零线接上去嘛 两条控制线 一层的火线和零线也接到这个第二组开关上面 所以它也是有电的 我们的智能开关有个特性就是 当你连上WiFi的时候 它的灯就是很亮 理论上我的物理开关 这一个第一个开关 一定要可以控制我的灯 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我按下去灯就亮了嘛 那我们 打开我的手机 我们现在就来 控制看看 你看我按上去灯就开了 关掉灯就关了嘛 所以这是成功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再来设定自动化 回到这边自动化 那我们设定 配件被控制的时候 第2个开关的第1个开关 当我设定是开的时候呢 我会让这个第1个开关也是开 这个下一步把它打开 这样就是OK了 好那我们再设 当我们这个开关关的时候 它可以关 好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 现在是关嘛 那我现在是开的时候 可不可以开 它就开了 关的时候 它是关的 OK 好我们现在在反向 设定它的 就是开 OK开开 OK 再设一个反向的 关的时候 可以让它 2 switch 1也是关 好 好 嘿 你干什么 好 走开走开 呵呵 好 那这样子 我们就设成一对一对了嘛 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验看看 那我们现在 刚刚有讲嘛 那我们双开关的第1个开关 但是开的时候可以让这个也是开 好灯就亮了 关掉的时候 它也是关的 然后灯也暗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另外一边 开关的时候是开 你看它也开了 然后同时灯也开了 关 灯关了 它也关了 所以 最后再帮它review一下 帮你们把你们的 原本的双切开关处打开的时候 请随便拉零线过来 分别把你的火线 跟零线 1分2 分出来的第1组 来连接这个要设定自动化的 开关 另外一组 就直接接原来的 控制线 原来的控制线再接到 这边的开关 让这个智能开关有点 同时再把 线路要output的部分呢 再连到灯座那边去 很简单 希望这样的解说 可以让大家很清楚 明了 好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我是Chris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拜拜